2022年8月出发 在极光季节的冰岛 领有多达五次的极光鉴赏机会 看见夜空中的神秘之光 从天空之城马丘比丘 到亚德里亚海的明珠杜布罗尼克 以及汪洋孤岛复活节岛 和太平洋群岛等等 多达23个亭靠岗 世界知名景点一次满足 请看本次的靠岗地介绍 九份是台湾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阶梯小路上挂着红色灯笼 据说是电影神影少女的取景地 吸引许多游客到来 另外台湾第一高楼台北101和台湾最大的士林夜市也值得造访 您可以用合理的价格享受各种夜市美食 厦门是个融合了西洋建筑和古老风格寺院 充满一国风情的度假圣地 主要干到中山路 有餐厅与伴手礼店热闹非凡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浪雨 有狭窄蜿蜿的小路和建筑物突出的阳台 散发浓厚文化氛围 敬请享受历史城市的漫步吧 新加坡有地标鱼尾狮之外 还有世界第一座夜间野生动物园 以及滨海湾金沙酒店等等 是个景点多不胜数的观光国家 最新景点滨海湾花园 更是以热带雨林的巨大树木为形象建造 斯里兰卡最大的魅力之一 是与当地人相遇交流 参加英语的斯里兰卡文化体验 可以让您善用自己的英语能力 和当地学生学习传统舞蹈以及饮食文化 当地人的笑容温暖人心 游轮来到全长164公里的苏伊士运河 于1869年建成后 运河让地中海跟红海能够连接 大大缩短航海距离 运河两岸都是沙漠 宛如在无边际的沙漠中航行 是只有搭乘游轮才有的体验 也是繁游世界的焦点之一 埃及吉萨金字塔与师生人面向 是埃及的必看景点 也推荐去看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 以及拥有世界最多埃及文物收藏的考古博物馆 此外 坐帆船游览尼罗河 更能感受大河的恩惠 如何孕育出埃及文明 令人毕生难忘 游轮即将前往欧洲 航向面对爱琴海与雅德里亚海的美丽之地 在丁岛外海更有多达五次的海上极光鉴赏机会等待着您 爱琴海的圣坡里尼岛 可以看见美丽到令人感动流泪的夕阳 街上有餐厅 商店和圆顶教堂可以尽情散步 当地出产的葡萄酒也相当受欢迎 能欣赏美景还能参观葡萄酒酿酒厂 令人倍感期待 说到希腊 不得不提众所皆知的帕德隆神殿 位于雅典未成的中心 象征着古希腊文明的辉煌 另外走入保留着历史风貌的普拉卡旧城区 狭窄错纵的小巷 邻历着古老名家 气氛相当热闹 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是世界遗产城市 从河畔到山丘都是厄图曼帝国时期留下的房子 多彩的粉刷墙面配上窗户 独特景观被称为千扇窗之城 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培拉特 您可以前往美术馆欣赏画家奥努弗里的圣像画 杜布罗尼克整座城市被16世纪打造的城墙包围 更被指定为世界遗产 您可以在飙高412公尺的塞尔德山山顶 向下俯瞰雅德里亚海与城市的橘色屋顶 同时品尝餐厅的海鲜料理 科托尔是位在雅德里亚海美丽海湾深处的古城 因为贸易而兴起 由商人打造出城市的宏伟建筑 风景结合自然和深厚的历史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湾 请务必注目邮轮进出海湾时的美景 拿破里拥有许多圣殿、教会、古城 景点不胜美举 更被称为美食之城 世界知名的玛格丽特披萨也发源于此 街上有许多知名的披萨老店 多花点时间还能前往世界遗产 有世界最美海岸线之称的阿玛菲海岸 里斯本被称为七个山丘的城市 搭乘复古的路面电车或是缆车 是城市的观光乐趣之一 泰加斯河岸边建立着发现者纪念碑 高度52公尺的巨大纪念碑 以王子为首 背后有瓦斯科、达加玛等32名伟人的雕像 是值得一去的景点 拉科·鲁尼亚是个港都 与耶路撒冷、罗马定列为基督教三大圣地 交通上还连接圣地雅各的德孔·波斯特拉 港口有从1900年起 持续闪亮的世界最古老灯塔 赫克利式灯塔 爬上234階的旋转楼梯 登上瞭望台就能看见大西洋的全景 迎来极光季节的冰岛外海 更有多达五次的海上极光鉴赏机会等待着您 在不受光害影响的漆黑大海 能用360度全方位等待极光出现 用全身感官享受夜空中舞动的幻想光芒 令人忘却了时间 被光芒包围的神秘体验将成为您毕生难忘的回忆 雷克雅维克在被称为黄金圈的区域内 有新格韦德利国家公园 黄金瀑布与史托克间歇拳三大景点 走访悬尾自然亲身感受地球气息的同时 还能享受世界最大的露天蓝湖温泉 离开欧洲后 游轮将花六天穿越大西洋前往美洲 进入后半段旅程 纽约有经典的自由女神像 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绿意盎然的公园 以及曼哈顿摩天大楼等数不完的景点 钻石般闪耀的夜景也是亮点之一 有着巨大荧幕和看板的时代广场 以及百老汇音乐剧 都是纽约最受欢迎 也最具代表性的观光景点 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 老城区被城墙包围 可以造访当中的圣飞力配堡垒 登上堡垒能将老城区 大海以及新城区一览无遗 建筑物色彩缤纷的老城区 更被登陆为世界遗产 我们还推荐搭船前往加勒比海的 珊瑚礁岛、罗萨里奥群岛 享受海水浴 恩贝拉族的社区访问 体验传统音乐与舞蹈 充分和当地人交流 不论是原住民工艺或土产 以及搭船穿越茂密的热带雨林 都令人期待 同时透过库纳族人的传统工艺 莫拉可以学习库纳族人的历史与文化 尽其享受难得的文化交流时刻 连接了大西洋与太平洋 全长80公里的巴拿马运河 透过调节闸门内的水面高度 让船只升降通过运河 您可以看见游轮在狭窄的范围内 阶段性地通过运河 在尼鲁 您可以参观马丘比丘遗迹 它被称为天空之城 因为从山脚下无法看见它的存在 它被陡峭的山脉守护 美丽且神秘的模样 刻印在人们心中 另外透过多年来 与当地NGO组织的交流 针对品种问题和社会参与的交流专案 也相当受欢迎 复活节岛上大约存在着 九百座摩埃石像 东加里骑石台有十五尊摩埃石像 排列在一百米宽的祭坛上 有正座的也有散落在岛上 都让人着迷 另外岛上的主要城镇 安加罗阿村也在徒步圈内 而从塔海仪式村 可以看到世界屈指可数的蔚蓝大海 但西地是大自然赐予的南太平洋乐园 前往风景壮丽的茉莉亚岛 也令人期待 在清澈蔚蓝的大海上建立着水上小屋 景色宛如明信片般美丽动人 您还可以搭乘四轮驱动车进入山野 欣赏充满绿意的热带溪谷 波拉波拉岛因西湖神秘的层次变化 和奥特马努山的景色被称为太平洋的明珠 绝对值得体验的是戴上潜水头盔进行海中漫步 您可以在充满珊瑚的海中散步 与五颜六色的鱼接触 除此之外搭乘玻璃船底的船 一览海底世界的方案也相当受欢迎 拥有丰富自然风光的贸易岛上 有着世界最大的修火山 哈雷阿卡拉火山 而哈雷阿卡拉国家公园为地坊景点 另外亚历山大报德温唐叶博物馆 在那里您可以了解夏威夷唐叶的文化和历史 可以参观展览馆 和有着种植设备的户外展示区 欧湖岛的地标是可以一览 维基基海的火山 钻石头山 世界级度假圣地而闻名的维基基海滩 拉尼凯海滩和恐龙湾 都能让您尽情享受夏威夷的美丽海洋 另外在莫纳里亚花园 园内有一棵被日本日立集团 认养为标志的日立树 以上就是2022年和平号112回航程 108天造访的目的地 在冰岛更有多达5次的极光鉴赏机会 从天空之城马丘比丘 到雅德里亚海的明珠杜布罗尼克 以及汪洋孤岛复活节岛和南太平洋群岛 多达23个靠港地 让您看见地球与人类创造的壮丽景色 达成您一生一次的环游世界梦想 想知道更多讯息 可以连接和平号官网 或向带领旅行社洽询 期待在船上与您相见 一起环游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